主料,红豆沙100克,咸鸭蛋黄20克,辅料,面粉235克,白糖50克,猪油150克,水115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-1小时,咸鸭蛋黄加少许193克15分钟,放凉备用,酱油皮材料中的面粉,白糖,猪油混合,搓成小颗粒状, 然后慢慢逐次加入水,活成油皮面团,将酥皮材料也活成酥皮面团,取出亮豆沙线,将咸鸭蛋黄包入,将油皮面团和酥皮面团分别分成20等份,取一个油皮剂子,包入一个酥皮剂子,包好后按点,改成长蛇状,卷起来,重复6的过程两次,赶卷三次,干好几十分钟,取一个挺好的剂子, 包入一个蛋黄豆沙球,整理好形状,放入铺好油纸的烤盘中,刷上蛋黄液,撒少许黑芝麻,烤箱预热,200度,中层,30分钟,烹饪技巧,Q1,中式点心用猪油的口感,远远适于用黄油,用猪油做出来的蛋黄酥更松软,少食动物脂肪, 对身体并无大碍,二红豆沙可用莲蓉线带气,味道一样棒三,若无油脂可在烤盘上刷一层薄油,油皮面团注意保持水分,应用湿补或保鲜膜盖好五,强地CK25D一个烤盘,可以烤12个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